呱呱乐开运最强吧 台湾彩券这几年在春节过年前 都会推出新台币售价2000元的呱呱乐 由于面额高 不少人当作红包发放 因此相当热卖 首次推出时发行金额才新台币10亿 由于人气望 隔年加码至20亿 一样在春节前就几乎被抢光 这几年都加码至8、90亿 发行张数超过400万张 一样全数销售一抠 迎接2018年农历春节 台采照例推出春节限定的2000元呱呱乐 并于16号宣布正式上市 今年投奖2000万和去年一样 共有三个 另外还有200个100万元 3200个10万元 总中奖率达到77.85% 由于目前经销商批货相当积极 台采也预估 今年呱呱乐业绩应该会卖得相当不错 台采总经理蔡国基说 我们觉得今年满气应该会蛮不错的 从经销商的批购 几乎都快100%了 我们觉得也很期待 我们今年已经推出 今年已经推出9项新的产品 总共累积的金额奖项 已经高达145亿 那里面的奖项呢 有达到大概2400万个奖项 除了面额高达2000元的春节限定呱呱乐 台采也推出面额500元 结合12生肖的春节主题游戏 共有五个投奖500万元 要让12生肖的民众都来试试手气 为自己赚个百万大红包 中央国民电台记者李又龄 陈寗信红采访报道